現代人夜生活越來越豐富了 也隔幾杯下去之後 總是會擦場走火 新聞報導 有名女子在夜店認識的三名男子 當晚就發生了新關係 而且還一打三 沒想到最後提告三名男子 借著他不勝酒力強制性交 但是最後檢察官卻做了不起訴處分 只是另外一名被告就沒這麼幸運了 反而看了雙方的對話之後 認為男子不但不斷地道歉 而且女子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還情緒崩潰 最後判決有罪 同樣都是有沒有強迫發生關係的問題 為什麼法院一個判有罪 一個判無罪呢 性侵害案件 永遠是法院最頭痛的案件類型 肯定是各說各話 法院到底是怎麼通靈判斷 在那個房間裡面發生什麼事情呢 法院究竟是看了什麼證據來判決呢 今天就來告訴大家 歡迎收看 我是簡大維律師 有什麼證據是法官超愛的 最常見的就是監視器畫面 很多性侵害案件都是檢視那種 那檢視嘛 你也不可能當場就地正法 大多是帶回家 或是帶回旅館發生關係 一定會經過路上的監視器 只要監視器裡面出現 搖搖晃晃的畫面 並不是那種一定要完全喝掛 被扛起來帶回家那種 只要是沒有辦法獨立行走 需要靠著牆壁 或是用他人摻扶才能行走那種 很可能就會被檢察官或法官認定成已經爛罪 而成立檢視就是成績性要罪 只要不是幾天內報案 監視器很多都只保留30天左右 等到檢察官或警察去調閱的時候 常常都已經過期了 所以說也不是一定要有監視器才能判決有罪 像剛剛前面說到的新聞 也都沒有調到監視器哦 那如果沒有監視器 法官會看哪些證據呢 要成績性交或強制性交嘛 最重要的就是發生性關係這件事情 有沒有被強迫 所以法院大家都會看 第一個就是 被害人很傷心 好啦這個聽起來有點瞎 舉例來說 被害人如果在法庭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崩潰大哭 這個哭的點就可以成為證據 來佐證被害人說的是真的 甚至很多法官 會把被害人的朋友傳來庭上問說 當時被害人跟你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哭得很傷心嗎 如果朋友這時候回答對的話 也有同樣的效果哦 可以證明被害人說的是真的 另外 性侵害案件大部分都會請社工介入 也大部分都會做所謂的 心理橫見報告 意思就是有點像心理測驗這樣 如果被害人顯示有類似創傷的防疫 法官也可以拿那份報告來補強被害人的說法 認為他真的有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這時候很多被告都會不滿地說 難不成人家要邊笑邊說 這不就是自導自演嗎 對 確實有很多這樣的批評 那也有一些是指 被告承認 這邊講的承認絕對不是像柯南裡面那種 毛利小五郎推理之後 犯人那種哭著下跪道歉的那種事情發生 我還沒看過哪個被告這麼老實 我是指說 道歉 有部分的法官跟檢察官看法比較嚴格 認為道歉的原因很多 比如說昨天晚上一起睡覺的人 隔天早上起來突然指責你 大多數人其實第一反應就是道歉 所以不可以光憑這點就認定昨晚是犯罪 但也有很多法官會認為 兩個人明明之前相處良好 對方突然罵你說 昨天對我怎麼樣怎麼樣 你反而順著對方的話去道歉 而且沒有任何反駁 你就是心裡有鬼 一定有發生什麼 那這個道歉就被拿來當作被告有罪的證據了 那很多人都會說 不是常常會看兩個人事後的對話紀錄嗎 如果兩個人還濃情密一番的 那不就沒事了 其實對話紀錄現在沒有這麼好用 現在性侵害案件 因為大部分都是熟人性侵 本來就會有一定的情感基礎在 所以很多法官都會覺得說 不會因為被害人不是那種 標準被害人的反應 也就是事後一定要氣、哭、完全封鎖對方 不一定要出現這種反應才是真正的被害人 甚至比較多的法官會認為說 因為很多性侵案件都是半退半就 被害人甚至自己也不一定百分之百確定被性侵 所以不會第一時間就質疑被告 還是會想要尋著之前好好相處的方式 跟被告講話 所以說很多被告事後拿出兩人 互動良好的這個對話紀錄 也沒辦法百分之百保證能安全下樁 另外有很多鄉民說 先道歉就輸了 這件事情是真的嗎 之前有當事人拿手機問我說 他到底該不該道歉 他當時差點就要拿自己的爺爺名義發誓 兩人昨天晚上確實度過很開心的夜晚 絕對不是欣欣啦 但過幾天卻收到指責他性侵的訊息 他說他大概知道怎麼回事 他說對方其實有另一半 卻不跟他一夜行 現在大概被抓包了 但就像前面說的 道歉確實有蠻高的機率 被法官當成是在承認犯罪 這時候就出現一個問題 如果好好道歉 誤會解開 說不定不會鬧上法院 只是說如果對方還是拿著那個道歉去提告 很可能真的讓法官產生對你的懷疑 但是如果堅持否認 弄得雙方不愉快 對方跑去提告了 最後就算無罪 還是需要經歷痛苦的訴訟過程 新鮮案件最低關三年 而且審理期間最低也一年 每一天都在緊張自己會不會因此陷於冤獄 跑去被關 就是因為證據太少 法官只能用猜的 讓大家連用LINE聊個天 都要謹慎到找律師 那很多人就在問 這種判決方式真的沒問題嗎 有人認為 因為新鮮案件往往具有私密性 意思就是說在房間裡的事情 只有你們兩個人知道 證據非常少 少到法官只能用推敲猜測的方式來還原生象 就會傾向用一些線索來判決 才會用這麼多奇怪的證據 而且雖然一般案件都認為要99%確定有罪 才可以判下去 但是考量到新鮮案件的類型 如果要求罪證確鑿 那就可能真的發生強暴 也沒有任何一件可以判決有罪 那這時候被害人怎麼辦呢 所以說很多法官都會顧及實際情況 對於心情害愛重寬認定 讓他比較容易成立犯罪 但當然也有人反對這種做法 我看過有些案件完全沒有任何證據 只有被害人單方面說辭 但法官卻用 因為被害人前後公辭一致 而且他講這段話時非常崩潰 他甚至在情上崩潰大哭 所以說對於被告所提出兩個人 後面隆其秘密的對話紀錄 都完全不踩心 一關就是三年半 所以很多學者跟法官 還是會批評這種判法 因為對被告來說 這個非常非常不公平 很多人覺得 目前的判決方式有很大的瑕疵 常常造成冤獄 但我必須說 法律就是一個選擇要保護誰的過程 如果堅持無罪推定 那被害人當他被性侵 要尋求司法協助時 就會完全困難重重 讓性侵害這條罪 好像看得到吃不到一樣 一點意義都沒有 惡狼永遠逍遙法味 但是如果給法官太多自由信任空間 性侵害不僅是三年以上的重罪 而且這個罪名會影響你一輩子 你永遠一輩子都被刮傷惡狼的稱號 冤獄的可能性也非常高 法院其實到現在為止 都還在尋找平衡點 到底要從寬還是從嚴認定呢? 那你又是怎麼想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喔 喜歡今天的內容嗎? 歡迎訂閱節目頻道 也別忘了按下方愛心 並分享給親朋好友喔 吃大號囉 每週二、四、下午五點 Night Today準時上線